在深圳地鐵江夏站出口 在F出口 出隔壁那間7、9號漁船 今天我要吃鎮店之寶 就是那隻石岩蟹 俄羅斯來的岳霍似黑海 去到北海道 間中可以見到 但要吃到新鮮的地方 真的不多 跟南中國海 日本海的海域不同 真的又乾淨又冷又深 海產零射不同 吃了這隻之後 7、9號漁船 其他的海也不用吃 但也要試一點 開頭我覺得很貴很貴 但吃完也是覺得值得 去到鎮店之寶 一人門口就是這隻 他們叫石岩蟹 很多釘很肉酸 這隻蟹日本叫做花開蟹 真的不是經常都有 你看它的座位多寬 這裡真的坐得很舒服 卡位很寬 在香港沒可能有這樣的地方 我見過其他的7、9號漁船 但江夏這間真的坐得很舒服 但它的食物真的不便宜 因為它最大的蟹蝦 有高的泰蝦 賣到439元一斤 最美的本地花青龍 要399元一斤 經濟一點就是這隻 大螺蝦 但也要79元一斤 這裏的品質是比吃自助餐好 蝦都比較大 旁邊的江魚 養一堆 南星斑 東星斑 海曼 老虎斑 多寶魚 鰻魚 鰻魚是本地產的 海曼 如果這隻養在一起 真的是海曼 海曼就比淡水曼 應該不會腥的 因為海曼不能放避孕藥 淡水曼就小心一點 吃了就節省錢 不用買避孕藥 老虎斑是169元一斤 我不知道便宜不便宜 我寧願吃拖羅 這裡我選擇只吃那隻蟹 他們的主角 石岩蟹 因為海域不同 你看看 本地青龍都299元 一斤 斬眼 這個油膏太黑 439元一斤 之前有個貼貼的導遊 整條片介紹日本的拖羅 影響導遊做生意 四分一邊都是賣28,000元 但在YouTube會看到 有個沖程人介紹他的拖羅刺身 一條細傳竟然買1000元 那你不如禁止整個YouTube頻道吧 其實有了網絡 誰不知道 幫助導遊 其實真的特意給你賺 如果連吃的都賣不到 真的要好好檢討一下自己的服務 日本的食法只有一兩味 中國人很懂得做 除了那一兩味 還懂得椒鹽 避風糖炒 很多不同的醬 這裡不單止本地海鮮 還有一些世界不同各地 這隻 加州的 都是進口 229元一斤 我就不會吃這些 三點蟹王 129元一斤 大海蝦79元一斤 當然這些價錢 連加工上桌 還有這麼大的地方讓你坐 這麼舒服的地方 不用擔心 我一定是吃這隻蟹 吃一次這麼多 真的很貴 但是吃完之後覺得值得 那些生蠔 我吃了三隻 這隻就不行了 用來蒜蓉蒸 13元一隻 台山山蠔 不行了 你看那九套魚 椒鹽九套魚 做到那塊皮這麼厚 真的這個 我不會叫 這些街市都有的 小白倉 蜜魚 就算你說深海 都是這樣說 你看長腳蟹 399元一斤 如果給的話 一定是吃石鹽蟹 絕對好吃 因為 北海道 以這麼多客人的反應 那隻蟹是最好的 真是 長腳蟹 周圍都吃到 而且肉 是沒有石鹽蟹那麼鮮 還有那麼多 麵包蟹更加不用擔心 很差 供應 真是一致供應 這個就是蟹中之王 吃完之後 不會再吃那些什麼 三點蟹 麵包蟹 沒得廢 最好多人去吃更好 因為那些蟹越大隻 肉越多 其實買大隻更划算 這個鮑魚 都可以試一下 它有一個特色的 就是叫做 八香果蒸鮑魚 這個帶子 我沒有拿到帶子 這些周圍都吃到的 只是13元一隻 有鹽谷 大鮑魚 做完整個板給你看 旁邊就扇貝 我見到旁邊那一台 叫了一碟聖子 我看樣子 炒得幾好吃 這裡海膽不是多 我見到只有兩隻 全部都是不同種類的蟹 震點之寶石鹽蟹 我跟北海道比 大家差不多價錢 因為那裏1.5kg是賣15000日圓 連加工費 讓你坐在這裏吃 這裡那隻蟹 789 是2.6斤 大家都差不多價錢 北海道 都不是整天吃到的 很多看到都是 雪凍死鬼了那些 這裡就是展示好多新鮮水果食材用來炸汁 炒菜都有 有很多有機菜 鵝腸也有 那它的海參是幾點的 我叫一個包心翅 這個幾點值得一時 79元 就是這個 包心翅 下面有個蠟燭 一直都熱 花膠好正 另外 打了兩杯新鮮果汁 一杯都是23-17元 如果這些珍寶蟹 都239元一斤的話 一定是吃這隻 以前在北海道大屯的時候 經常看到這些蟹 但我自己沒有吃過 因為一個人怎麼吃呢 結果有一次有個客人請我吃 他叫一隻最大 很多肉 我吃 嘩 這麼正 真是正 那些長腳蟹 這隻絕對是比長腳蟹好 長腳蟹都賣399元 還貴100元一斤 因為這個名字出名了 石岩蟹不是那麼多人 認識的 亦都是 不是那麼多人吃的 因為長腳蟹出名 但是不夠石岩蟹好吃 你看這個本地青龍 都399元一斤 海南而已 這是什麼水域呀 大哥 不用擔心啦 那當然 我寧願只來 只吃那隻蟹 其實這個石斑呢 我就寧願吃 魚山的金槍魚拖羅 因為如果可以生吃 沒有蟲的 那隻真是好的魚 能夠生吃吃完你都沒事 還有醫療藥用價值 如果烤喘 皮膚不好 那隻魚呢 可以醫烤喘 而且又好吃又沒有蟲 其他很多魚山都是有機會有蟲 那些蟲吃了真的 轉到胃道 是要即時入院的 但是我在香港 就沒聽過 在日本我就聽過 所以我都不會吃其他魚 通常都是吃金槍魚 吃了那些深海魚魚山 不會叫這些所謂 什麼東星斑什麼斑 如果東星斑石斑 賣到幾百元一條 我寧願拿去吃 金槍魚山 這個店呢 還有水魚吃 水魚寫著新泰水魚 羅蝦很大隻又很高 這裡放了全部的有機菜 我又選了這個 羊 羊肚豆這個沒吃過 挺好吃 這些 這些生菜花 菜心 這裡除了蟹 我覺得那些鹽燒螺 一定要試 鹽燒螺很出色 這些菜看得很新鮮 這些豆苗 都是 香港的三萬 香港那些 那就是這個螺 看看 我要半斤 至少要半斤 鹽燒 那我記得好像 五六十元的 那一碟 一邊吃 一邊覺得不夠 才再點 就是這隻蟹 我點了這隻蟹 799元 這個羊肚豆要用雞油炒 有兩個選擇 真的蠻好吃 33元一碟 來了這隻石岩蟹的蟹殼用來 避風塘炒 裡面也有肉 就是 雙腳清淨 這是他的腳 淡淡肉 千萬不要把雙腳都用來避風塘 真的沒有了原有的味道 浪費了一隻蟹 清淨比燒更加好 這個就是包心廁 好燙啊這個 79元 這個另一個是雪梨湯 我就不喜歡這個了 他的蠔一般 淡淡肉 石岩蟹 日本人叫花開蟹 好燙 這個就是 避風塘炒的蟹殼 好燙啊 避風塘炒的 其中一隻小蟹腳 好燙啊 我不知怎樣形容 真的好燙 兩個字 好過所有的蟹 如果沒吃過的話 要吃一次 一次那麼多 下次留等 中了馬 才去吃 蟹骨裡面的肉 好燙啊 兩塊肉都 八香果蒸鮑魚 接下來就看看蟹腳的肉 很棒啊 碰到長腳蟹 他有份水果送給你的 西瓜、番茄 和金桔 就是這個鹽燒海螺 這個真的蠻棒 好過那些辣酒煮花螺 又清又是裸味 那些 椒鹽粉很香 好好吃完了 最後買單 一千一百二十五 那隻蟹差不多 七百九十九 好